是一個大領執行 而且我覺得以我現在的資料 我沒有更多的證據 我不能講太多 但是我們可以期待淑娟姐去訪問 不好意思喔 題目丟給你 我沒有證據啦 但是我的擔心跟你一樣 我只能這麼說 那如果沒有我們就要點 謝謝家郎 那個 譴慧姐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您有講到說 因為國際貿易的結構因素 所以東亞國家普遍的糧食質比率都比較低 那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像是韓國 日本這些東亞國家 甚至像是香港 新加坡這樣的國家 他們是怎麼應對的 剛好你講了兩個不同的國家 就是香港跟新加坡 他們基本上是都市型的地區 所以他們的糧食自給率 香港是百分之以來依賴中國 那新加坡是百分之百依賴馬來西亞 就這樣子 那香港有一些島嶼的邊緣 有一些有機農 現在他們也想要做CSA或者是地方農業 可是那個就香港來講那個量太少了 他們主要還是依賴中國 可是韓國跟日本比較有趣 日本基本上是他知道說 糧食要自己就不是農業的問題 他還牽涉到我們的飲食習慣 我們的飲食習慣習慣 然後他還牽涉到我們對產品的認識夠不夠 就你即使是要買本地的農產品 我可以跟大家講 如果不是冬天 你在台灣也可以買得到蘿蔔對不對 可是你都會覺得那個蘿蔔是日本來的 可是我跟大家講 蘿蔔很多都是中國進口的 可是台灣的那個產地標示不嚴格 所以這些東西就沒有給消費者足夠的資訊 所以日本就從這些方面下手 首先他從怎麼樣去養成小孩子對農業的認識 飲食習慣下手 所以他們有一個食農教育法 他們訂了就是小孩子小年級的時候 就要到農村去生活 然後呢他們也鼓勵那個家庭主婦去用本地的農產品 他們就拍很多很多的片子啊 以前不是有那個料理東西 一行阿蘿蔔很漂亮有沒有 然後最近有沒有發現 日本電視節目開始變什麼 自給自足的生活 有沒有人看過 有有有 那個都不是只有電視節目 那是他們有一個總策略 日本他們叫做Full Action日本 就是說食物的行動 他們是為了要提高糧食自給力 有一個總戰略 而且是日本的農林水產省 就是類似日本的農委會 委託日本的最大的廣告公司在做這件事 前一陣子不是淑娟姐有貼那個糧食自給力 我不是有貼一個短片有沒有 好我這次沒有放 我應該放那個短片 大概五分鐘 他就可以把我剛剛講的一個小時全部講完 一個一個短片了 待會如果大家有空我可以找給大家報名 那所以他很在意消費者的教育 而且很在意消費者教育的內容 從小學校從廣告就起來 那他當然也很在意他的食品加工 因為你食品加工 才是一個對農業比較多的消耗 所以日本清酒、日本美酒 你都會覺得這是一個好的產品 可是台灣的食品加工這一塊已經不瓦解了 就是這樣 但日本也很在意他們叫後繼者 就是新的從農的人口 所以他們有I turn U turn 就是說你是返鄉務農的 你是都市青年要返鄉的 我給你很多的支持 那這個都是我們可以學習的 那韓國 韓國的糧食自給率4成5還在增加 韓國比較特殊 韓國跟我們一樣有農會 可是他們農會很強 所以他們農會就控制了他們全國的農產品 所以韓國走向了一個路子 就是韓國的農產品很貴 比日本很貴 比台灣貴很多 那他就是透過這樣來保障他農民的生存 以及韓國有一個特殊的傳統 就是說我們不是有美麗島事件嗎 對不對 那是一個追求民主化的運動 然後被鎮壓了之後 我們除了去被關的人之外 大部分人後來就走議會路線 就是選舉從政 韓國也有類似的事件叫廣州事件 廣州事件之後他們的精英 就下到農村下到工廠去 組織農民組織工人 所以韓國的農民運動很強 2005年要抗議WQ WQ在那個香港開會 我們也去了啊 台灣大概去了一百多一點點的人 大部分是像我這樣搞運動的人 可是韓國去了一千兩百個人 農民居多 那他們就做了很多的行動 所以韓國的農業的振興 依靠的是農會這個系統以及農民的團結 所以前一陣子 台灣早就進口美國牛肉了 李明國上台的時候 不是為了要開放美國牛肉進口 不是有那個燭光晚會百萬人上街頭嗎 這就是韓國農民做的 所以是不太一樣 那我們算是最弱的 我們還很弱 加入台灣農村陣線 讓我們強悍一點 大致上是這樣 對對我補充一點點 飲食西化的問題怎麼解決 日本他 你早餐不是要吃麵包嗎 叫你喝豆漿吃那個什麼 喝豆漿你可能還願意 吃青粥你就不願意嗎 所以日本他研發米麵包 米蛋糕 就是米就可以做這些西方的產品這樣子 我最近想要來做米蛋糕 賣給大家 鼓勵一下台大農產做米蛋糕 他們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面對西化 我還是要做一點事 就是剛剛在講結構面信的時候 有一個農林氛化的一個過程 那因為就是 到底台灣的小農跟企業農 是一個什麼的什麼樣子 因為其實談小農 就是聽到小農在裡面 好像很太已經定義不清了 然後台灣的情況又有點特殊 因為他的那個土地的分配過程 就是所以 所以就會想到說 那如果小農再過度到 小農跟企業農 因為其實現在大家都是商品的農業 然後都是在做大部分 大部分農業還是 可能自己也是有一塊土地 但是不大 但是他們大部分是 底於市場經濟 所以做商品化社商 對 可是看起來 因為他們還是一個 小農的一個經濟運作的方式 那到底要怎麼去區分 這樣子 那好了 你問了一個我剛剛沒有講清楚的問題 那小農跟那個農企業怎麼分 其實很好區分 小農基本上呢 他是一個小商品生產 他不是不賣東西 他賣東西是為了過日子 不是賺大錢 那怎麼叫過日子呢 用我們的術語來講 就是家庭勞動力的再生產為滿足 這個就太複雜了對不對 什麼叫做家庭勞動力再生產的滿足呢 最起碼家庭勞動力再生產的滿足 就是說我是家庭勞動力的來源 我賺的錢至少要夠 我吃夠我睡夠我穿 那可是我不能再勞動力在我這一代就不見了啊 所以我總要讓我的小孩子可以成長 對不對 小孩子的教育以及一個社會生活 比如說在泰國農村的社會生活 跟台灣農村就很不同啊 我們如果家家戶戶都有汽車 那表示家庭勞動力再生產 可能也要包含一個有汽車嘛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台灣搞不好是一年賺個100萬 是家庭農產可以維持一般生活水準 可是在泰國他可能只要20萬 我就講台幣 可是在那個歐洲可能要200萬 所以基本上農業維持那種 家庭勞動力再生產的規模 那樣子的規模我們就叫他小農 可是如果這個小農呢 他經過幾次的累積 他可以形成擴大規模 比如說請很多的人買更多的地 本來是三甲地 經過10年我們可以有20甲 那麼我們覺得他已經是商品農了 可是這個還是有規模的差別 如果我們以台灣中小企業或微型企業 大概是僱傭5到10人算中小型企業 那我們覺得這個還是算中型而已 可是如果超越這個範疇 比如說我自己都不用勞動了 我自己農民我都不參與勞動 我就是每天在那邊玩股票 或者是指揮工人做事 那麼我們就可以說他是資本農了 就是這個農民本身已經脫離直接勞動 大概是這三個層次 家庭人小農商品農跟企業 或者是資本農 這不是絕對精準的定義 可是大概透過這樣 我們可以知道我們要追求什麼樣的關係 比如說你問我 我剛剛講的環境補貼 要不要去補貼資本農 當然不要啊 因為你不會帶來我後面講的那種 小農的社會文化跟環境的效果 你很可能因為種茶 搞不好你把山都纏了一半對不對 所以要這樣的區分 那為什麼你問的這個問題很重要 我們那個農委會講環境補貼的時候 他就問我們說要補貼誰 就是台灣的農民要怎麼去界定他的身分 台灣現在的農民身分 是界定在農會的會員資格 你只要有一分地就可以了 所以有很多人後來沒有退休金 他就去買農地 隨便拿一個農會的會員資格 幾年前有這個現象 現在這個洞已經被堵起來了 所以說農民哪一些是直接生產的農民 我們要補貼我們要給予支持 這個其實也是將來 如果要做環境補貼的一個功課 可是如果你問我 我定義的小農基本上就是 以自己投入生產 然後生產是為了維持家庭勞動力再生產的滿足 就是我賺的錢是為了家庭勞動力再生產的滿足 這樣子我叫他小農 那這個會因為業別的關係 種香菇我可能2.5公頃就夠 種大我可能要7角地 那種花我可能1角地 所以不是完全用土地歸國來分的 好 蓋起 請問一下 就是我阿嬤是土坑的劉丁農 然後我們家有3個人 就是我阿嬤三個 你是廖同學嗎 蛤 我說你是廖嗎 好 我阿嬤有3個小孩 就是我爸然後住的小孩子 就是他們 他們我阿嬤的觀念就是小孩子就是 就是希望 就是做我們可以這一代 就好 他都 爸媽都希望小孩子好 都希望小孩子可以練習嘛 所以我阿嬤就是這樣 辛苦在那裡 讓他們可以練習 像我阿嬤就練了大學這樣 那我的問題就是 那以後20年後 誰要做呢 誰要做呢 如果我們不做的話是要做的 對 其實齁 我們阿要講說 現在要青年進鄉嘛 就年輕人要重新返家屬 最大的困難 不是這些青年的意願 最大的困難是老人 老人家的那個意識形態 因為他覺得我一輩子辛苦 我好不容易讓你出去念大學 你不要打碗啊 秋西人 有沒有 他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可是這樣的意識形態 我覺得就是我講的現代化的迷思啦 就是這四五十年來形成的 內化在每個人的腦海裡頭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主張 要對農業有一個環境補貼 他才會讓真的要務農的人 至少不會喝西北風 那他才會有效的導引 像各位一樣畢了業 各位一定找得到工作 可是全台灣二十幾萬的大學畢業生 會有一些人是找到工作的 他才會把農業當作一個選項 像最近賴清松 因為他做農做得不錯嘛 他說常常有朋友找他要去買地 可是他都會勸他們說 不要一下子就做這個決定 先來看看你適不適合做農 因為農業如同我前面講的 他是一個技藝嘛 所以他必須有一個傳習的階段 所以當時我們就主張說 我們應該學日本 就是有一個制度化的青年進鄉的機制 比如說如果我們可以同意 就是當時事業危機的時候 22K補貼給企業去僱用大學畢業生 我們為什麼不能補貼給農民 去訓練新進的農民 那可能一年兩年嘛 那他在一個過程當中 他可以學習農業的節奏 學習農業的這些社會關係跟網絡嘛 那他才給有務農的可能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台灣現在的農業主力 大概是50歲以上 然後農業是不會退休的行業 所以很多七八十歲的人還在揍 我要跟大家講 如果我們沒有解決 農業新一代的生產者的問題 20年之後真的沒有人做農 那台灣的農村社會就挖解了 那我們每一個人就要問我們自己 我們希望是一個新加坡的台灣嗎 台灣畢竟不是新加坡嘛 台灣有山有水 我們要一個沒有農村社會的台灣嗎 如果答案是我們要 那我無所謂 我不要 我覺得我的答案是 我覺得農村社會是人的另外一個文化向度 我們要保留它 所以我們在制度上就要指使它 那你問的問題很好 就是說非常多的老人家 特別是走過困頓的那一代的老人家 基本上是不希望年輕人務農的 所以現在的務農就有很多模式 比如說賴清松那個我們叫CSA 他就基本上把自己定位為田間管理員 所以他每年在每一季的時候 他會募支持他的人 比如說你這一季支持我 每個人可能是支持個兩萬塊 那他的那個算法真的就是勞工力在生產 就是我就像一個上班族一個月收五萬塊的話 那一季半年這樣是三十萬嘛 那如果說一個人是兩千塊 那我就要找150個支持者 那我等我這一季結束之後 我就把米平均分配150分寄給每一個人的家庭 那這些家庭可以相信我這絕對是健康有機的米 那有一年去年很好笑他說我的他的米欠收 因為他就是突然想要用不同的農法欠收 最後他就做很多豆腐乳來補 送人家就是說補一下 米沒那麼多還多豆腐乳 這個我們叫社區協力農業啦 其實如果英文字面翻是社區支持農業CSA 可是最近我們要把它改成協力 是因為我們覺得這是人跟人之間對等互助的關係 不是哪一個比較有能力的人來支持你的人 那這個是不是一個好的模式 你回頭問你自己嘛 在座的絕對超過20個人啊 假設將來你們畢業了 佳玲要回家種田 你們要不要支持他 對不對 一季半年兩千塊 就有新鮮的五加毫米陽光Sight 要不要 好 要就舉手來 好 你放下 佳玲待會全部都去登記了 那我們就創造了一個我們自己可以開始改變的行動 就是CSA這樣子 這個就是農業的我說的城鄉連結的模式 那這麼多這麼多不同的模式 每個人都在做實驗啊 像那個喜悅麵包的斯大哥 他在做小麥器做的實驗啊 竹木聯盟做最多了嘛 我覺得就是每一個人去想有一個可能性 慢慢做就有可能 不都很容易 但是一定有機會 I would say 為了